大家好,今天是11月2日,是星期四 北水方面仍然有慢慢流入 这几天都没有流出 细水长流,希望继续累積 下面来看看下方版比 由于市涨了多,因此版本上升也更多 看看哪些是不够? 软件、服务、媒体、医疗件、保健 综合企业、金属和硬石 酒店、电器、电子用品、包用品、中标珠宝 其他大型的都可以升得到 个别股票 个别股票上升得最多的是小米 小米在双十一中的手机卖得比较好 其他还有小鹏汽车、南方行指方面 升得比较多 跌的有些食品、飲饭百姓、美团等外卖都会跌 还有哪些会跌呢? 东方、欣选这些又会跌 若明心就是持平 其中有些吉利汽车升 李宁开始有些升 还有联想集团也有升 好,我们再看看其子 其子方面的时钟很简单 昨天也有提到,在这里守住 就是在这里守住 所以不要想着跌得太多 17,000左右 只要不跌穿到17,000 应该可以 是有望站在上面 再跟着上上面 再跟着上上面 曾经之前都已经是发过梦 告诉大家 如果能够升穿了 你现在通道的中族 就是看这里了 看这里的时之中 看这里 就有个几不同的东西 几不同的东西就是什么呢? 就是已经是去到市盘之前的低位 这个低位 如果这里再升破了之后 即是说 由整个在这里 至这里的一个调整期 可能是可以叫做结束 当然了 真正要升破了叫结束 还要升破到这里 之后才行 暂时不要管它这个 我们首先要看 就是在这里 如果能够升破了 这个位置 就是上高一点 对不起 上高一点 就已经很好了 这个就是19,000的位 首先 就是看这个是18,000 这个就是保利加通道 上轴那里是18,174 如果是18,000左右 如果是18,000左右 就是19,000 之后 可以去看 是200,000 那你说 会不会发梦是这样 是的 是发梦 不过 我估计可能在2024年 是应该可以看到的 快点的 应该就是今年年底 应该去到 18,000左右 这位 那 为什么会这样看呢 其实很简单 看死你 美国 巴威尔 你敢加息吗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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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经济 很多人说 他认为是好 GDP 说好 不是 他们三季 升了很多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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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很厉害 原因是因为 拜登用了差不多 2万亿的国债 去刺激 这个经济的上升 你发债 是要还的 广告买得多 借钱之后 可以还的 那你可以留给下任的总统 可以的 你可以留给下任总统 反正 11月下转 你都选不了 但是 你认为 整体的没有经济 如果你是发这么多债的话 以前我也说过 朱拉美是白威耶 不可能加息 不过 息是继续上升的 因为市场息 由于联邦 是美国白宫 是要借钱 因此 市场息是会上升的 随着这些上升 上升 很多企业的发展 会受到压益 失业的人将会多 我写过很多篇文章 讲过 美国政府 目前的就业数据 是造假的 说造假 不是整个俄港 是费性银行 高盛和大摩 都说它的数据是有假的 那为什么会造假呢 那些文章也有解释过 每一次都会将今个月回调 上一两个月的增长 于是一讲就讲增长很多 那真是等于不觉意的 它就跌了下来 这个就是一路来 其实美国政府的数据 因为我看了这么多年 开始讲到就是 没什么问题的 大家喜欢炒假的 就是炒假的 就是炒假的 那今天 可以考虑的是 股票考虑 考虑什么 一江苏零湖高速